山江南社PRO3 台南这枚李姓男子在银行内准备要汇款15万元 招援禁几时劝阻 原来他日前接到一头墨宣奶店 对方自称是李姓男子的侄子 叫了几声舅舅让男子信以为真 对方表示自己缺钱要捉赚 向他借了15万元 当下李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要来考侄子 但对方突然又传讯息表示你怎样对我很不尊重不帮忙就算了 让李姓男子觉得过意不去 要到银行汇款 所下航员发现账号跟侄子的名字对不上 通知警方到场才戳破这场骗局 警方在二号下午几乎同报费了好大功夫说服李姓男子这是一场诈骗 才没有让他的15万元白白流失 也呼吁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 民众若是接到自称九位联络的亲友提到借钱 应该要提高警觉再三确认 若是觉得可疑可以拨打反诈骗专线 或是向警方报案查证才能保障自身财产安全